二型糖尿病能不能根治这个问题了 我们就还是要去明白什么叫根治 根本是从根本上治疗 而不是说什么了 我现在治好了以后 只要我找你治过 我好了以后 我想怎么吃怎么吃 我想怎么不动怎么不动 我想怎么打麻将怎么打麻将 我想怎么打麻将 怎么晚上熬夜怎么熬夜 然后呢你还一定的二型糖尿病不要给我犯 这个才叫根治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讲的根治是遵循我们皇帝内经讲的治病必求于本 本是什么 本就是根 本这个字的造字是木字底下加了一杠 意思就告诉大家 木的最底下这点就叫本 就是木的最底下这节是什么 木的最底下一节是根 等于就是治病必求于本 讲的就是根治 根治就是说从根本上 从人的整个身体上 从我们改善和改变我们的治病的生活习惯来开始 或者就是说说句不好听的叫重新做人 我们原来没有干预 然后得了病了 我们可以把疾病叫做所有的错误的生活习惯的一个小的阶段性总结 然后你治疗里集中治疗以后 血糖下来了以后 如果想根治的话 一定要痛改前非 改掉你原来错误的所有的生活习惯 才有可能让身体保育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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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